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翻阅日历 您好我是周群 我是恩泰 这期节目开始我问周群一个问题 周群你喜欢的 咱们中国的作家上一个世纪的有哪些 这是脑筋急转弯吗 不是急转弯 那我就放心了 是实话实书 应该是张爱玲和钱钟书 我发现上一个世纪 中国出色的作家往往都有一个特点 我是说有那么一部分 有这样的特点就是 不但国学的功底很深厚 中国的文化功底很扎实 另外对西方文化也有所了解 经常有人去国外游学 比如说你说的这个钱钟书 也在国外留学过 国学的功底又很深厚 张爱玲是中英们都能够去自如的去写作的 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家 他们的小说 有的是用中文写的 有的是用英语写的 其中有一个中国作家 曾经在上一个世纪 就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月人无数》会提到他 欢迎来到《月人无数》 每天都有名人出生 也有名人离开我们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日期是2006年的10月10号 农历是8月19 今天是礼拜二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位著名的作家 他长相有点像李敖 也有点金庸的意思 有点金庸的意思 反正是儒雅嘛 他的名字叫做林语堂 今天是他的生日 在1895年的10月10日 林语堂出生在福建 林语堂的童年非常的幸福 他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 尽管他们家兄弟姐妹很多 但是从来都没有吵过家 非常的和睦 林语堂有一本很著名的小说 《精华烟云》 这两年又在银瓶上火热起来了 央视又热播嘛 其中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演员 赵薇啊 潘月明啊 什么的 这部小说就曾经给他获得过 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殊荣 据林语堂自己说啊 他最喜欢的小说里的人物 就是姚木兰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乐观 开朗 富有 聪慧 是一个他心目当中的 完美的女性形象 而且《金华烟云》 也的确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当时他写这部小说的时候 经常写到动情之处 就会泪流满面 可见他对自己小说比下的人物的命运 也是非常的关注 甚至是把他们当作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 真的是为他们去感动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位是1963年的10月10号 出生在香港的歌坛大姐大 梅艳芳 梅艳芳是香港歌坛重量级的人物 她征服别人呢 不仅仅是她自己的歌声 还有她非常坚强的个性 豁达的人生态度 她的成长过程呢 其实和朱别林有点相似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呢带着四个孩子 独自生活 可想这个生活是多么艰难啊 很不容易 对 母亲那时候就组织了一些演出 像这个乐剧培训班啊 还有歌舞团来维持生计 小小的梅艳芳呢 就跟随着母亲四处奔波 在她四岁半的时候啊 就已经可以登台去表演卖花姑娘了 说明这小时候就有艺术细胞啊 虽然在舞台上表演 给她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但是梅艳芳实际上也是受到了 这个来自四方的各种压力啊 有一次在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 曾经她就透露过自己的内心啊 她说实际上那个时候 歌手啊这样的身份 并不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业 以前唱歌呢不受人尊重 人们都称为是歌女 所以呢 有这个称呼之后呢 对她的这个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同学们在一起玩的时候 好像大多人都把她冷落在一边 她只能远远地看着小伙伴们 特别热闹地在一起游戏 而她呢好像始终很难融入那个圈子当中 事实上我在想这个光环的背后 其实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心酸 好 我们去欣赏一下她的歌曲 《女人花》 我有花一朵 中在我心中 安保待放你游游 朝朝雨暮暮 我切切地等候 无限的游戏 无限的游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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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花 花碎风轻轻轻白 只怕我用你双脸揉手 好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了几位 在自己各自的领域上 做出突出成就的人 希望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也是大家的榜样 好 下面要进入的就是 有事 天天说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有事 天天说 周群啊 我们说到这个古代的帝王将相的生活 说到他们的宫殿 其实可能在古代 老百姓了解的不多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东西是比较私密的 也不大让老百姓可以去了解这样的话题 可是我们现在电视剧也有了 电影也有了 各种历史小说写的也越来越多 可以讲很多皇家的内幕 至于这个皇宫 宫殿 这样的一个过去老百姓是 一般来说是很难进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现在也成了 往往都会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它可以买票进去参观 像故宫博物院 就是现在每天的游客也特别的多 那么故宫博物院 是什么时候开始可以买票进去参观的呢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有事 天天说的主题了 在1925年的10月10日 故宫正式对外开放 再说到故宫这个对外开放这个事 我们必须得说到溥仪 这是我们前面的节目做过好几次的 是最后一个皇帝 因为毕竟故宫是明清两代 两个王朝的皇帝居住的地方 宫殿 那么在20世纪初的时候 辛亥革命爆发了 那么中国当时建立了中华民国 溥仪被迫退位了 可是退位之后 他还是留在故宫 没有那么快就一下子就搬走 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把溥仪干脆轰出宫去 据说那一天 溥仪和他的太太婉容 在楚秀宫吃苹果 突然这个冯玉祥 就这个军队就进去了 让他们搬走 这浦仪就说了 苦苦哀求 说你也别现在把我搬走 你就缓一个月 十天 要么三天也行 否则太仓促了 冯玉祥的军队那是很果断 很坚决 你必须得搬出去 否则我就把这大炮 拉到井山上去轰你 不得已 这个浦仪 没办法就离开了皇宫 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后来就在这个 溥仪搬出皇宫的第二天 马上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什么委员会呢 就是清世善后委员会 是由什么组成呢 由北大的学者 还有一些官员去组成的 职责就是去清理里面的 皇宫里的工产 或者是私产 做一个认定 什么东西是不能搬走的 什么东西你说是个人的 你还可以去拿走 当时的北大校长 蔡元培也是在其中 这个清世善后委员会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 就是把这些财产分好了 什么东西皇帝 你到时候是可以带走的 私人物品 什么东西 那可能以后就是国有的财产 政府要保管的 可能以后要对外开放 给游人去看 其实这个善后委员会的 大多数人也都没有进过故宫 一进大门呢 发现挺稀奇的 挺好玩的 这什么东西看着都新鲜 可是从何开始清点 从什么地方着手 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难题 当时呢 他们就是定了一个标准 就是叫天字某某某号 第多少号 于是呢 第一眼一进去 看见了一把椅子 这把椅子就被定为 天字第一号 天字第一号 这是第一眼看的 这个我记得小时候看 过去的电影 说国民党那时候特往往都是 天字第几号 来头感觉是特别大 原来处处在这儿 天字第一号是一把椅子 他是最小的一位这个善后委员会的参与者 才18岁 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学生 名字呢 叫善士元 我们来看一下他刚刚进这个故宫时候的照片 特别年轻啊 18岁 而且好像挺轻瘦的 估计那时候做学生也苦啊 他在这个清点工作当中呢 做的主要是这个书记员的工作 也就是记录 然后挂签 这边记下来 然后把比如说那个椅子上要挂上一个签 天字第一号 进了这个故宫之后啊 根本跟他的想象是距离很远的 因为当时故宫呢 是杂草丛生啊 一片的荒凉 于是他带了一把镰刀 这个身后跟着是政府官员